Hello 大家好 我是日本最佳女朋友小百合 Saili desu 謝謝我痴診的時候 收到了很多留言 說就是小百合還好嗎 還有很多給我建議 還有你們給我很多的建議 比如說要多吃點維生素C啊 還有多喝那個檸檬水啊 還有多多休息一下之類 真的謝謝你們 因為那個影片剪接剪片 我自己剪剪片的時候 已經是 康復好了 更新的影片 所以呢 現在已經 隔離還有自主隔離期間是都結束了 真的謝謝你們的擔心 不好意思讓你們嚇到一下 因為我在IG上Paul那個 這個這個有兩個髮夾的照片 然後兩個髮夾其實是那個快篩 然後快篩兩條線的那個快篩 因為我家有好多個 因為那時候我不相信確診 所以是我快篩了三次 所以 至少兩個我拿來當個髮夾的造型 來呼籲大家多多主意健康 我在IG上Paul那一張照片 就是 不好意思讓你們嚇到 但我現在是已經看不囉 好 大丈夫 對 謝謝你們 我還有很多訊息說 要不要什麼東西可以送給你啊之類 真的很貼心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沒有大丈夫 我好了 我好了 謝謝你喔 我隔離期間 其實是沒有發酵 然後 還可以 拍短片 TikTok啊 Liz啊 應該你在 你有看我平台上的更新短片 的樣子 蠻有活力 但是 在家裡 鍛鍊肌肉 就是 那種的運動 就不行了 那個時候真的是 體力很差很容易喘 那現在 康復了之後 有一個問題 就是 有沒有後遺症 有沒有後遺症呢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問題喔 然後 我的話 一開始 變 陰性的時候 還會 一點點咳嗽 然後那個咳嗽的時候 就會 那個肺有一點點 是痛 但是有怪怪的 感覺 我怕這個是不是後遺症 但後來那個是一兩天就 結束了 對 還有 就 變胖了 還有那個 胸部變大了 一杯 變成F杯了 有嗎 你看我 隔離 跟自己隔離 還有前面是 我剛才回 那個剛才日本回來 然後隔離 那個也要 7加 10加7 然後這次 7加7 所以我總共胖了 4公斤 體脂肪多了 3-4% 所以 變成這樣 還有 就是 在房間裡面 3餐 都吃 然後 吃吃 睡覺睡覺 所以就 倒是 這樣子 但這個不算是後遺症 這是一個 後果 所以我趕快要多多運動一下 所以這週開工 這週 對對對 這週開工 然後 我有去想 歡樂之多心 應該大家都知道 聽說在台灣很有名 那個做很久的節目 開支番組 去問答的節目 要拿獎金 有沒有拿到獎金 拿進進去再播出我 你看這樣 就是 我有被碰到很長 但有很多答對的 所以大家 期待播出 還有 收到滿多私訊說 小白盒怎麼保養胸部呢 對 所以 不只男生 女生 美女也是 很多人來問我 所以呢 我這週 拍了 美秀秘訣的影片 給你 搶先給你看一點點 這個 對 我 為了美兄 做所有的努力方法 都在那個影片裡面講了 所以大家 敬請 期待那個 新的影片出來哦 還有 就 還有去 像 中間電視 同學來了 一個電視節目 這個是我固定箱的 綜藝節目 就是還有最近 就變胖很多 還有 就是主要是 我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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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小了 所以就要多多鍛鍊嘛 多多健身 所以我最近去 UFC 健身房 然後我在那邊 除了健身之外呢 他們有開很多課 所以我像瑜伽啊 還有那個 BOXING 還有那個樓道 就是 有各種各樣的 很好玩 很酸但是很好玩 我有 所以是 我 這周也是有去那邊 都上課了 還有 等等我要去像跳舞的 Workshop 穿高跟鞋的舞 隔離結束之後 這個禮拜就是這樣 復工 回歸正常生活 比正常更充實的生活了 現在都好了 真的 真的沒有 就是只是一個肌肉量 下降了 所以去 可能是跳舞 比較辛苦一點而已 所謂的後遺症是真的沒有 還有 我覺得這個是因為 當然每個人不一樣 但是因為 但是我的話有可能是因為 我有打第三劑的疫苗 所以是 有可能是才這麼的輕症 然後沒有 後遺症 所以呢 大家也要多多主意健康 還有沒有的疫苗的朋友 我 我建議去 對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個人來講 對 推薦去 打疫苗 還有多洗手 消毒 出門戴口罩 足以身體 吃健康吃真的要健康 那 那 所以就今天是想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好了 我看福了 然後這個禮拜 復工回歸正常生活做了什麼事情 對 今天的主題是這樣子 這是 那 嗯 そうだね 那繼續也會慢慢更新回日本的Vlog 還有不同的YouTube影片也有 所以呢 大家還沒訂閱的朋友趕快訂閱起來 然後記得幫我開啟鈴鐺 才會有通知 還有如果加入會員 如果還有加入會員的話 每一個週末幾乎都有 週末直播 然後我們可以聊聊 嗯 還有因為 如果在一般的地方 比如說臉書上啊 IG上啊 或是一般的YouTube直播上的話 人太多 我有時候更不像 我也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回覆 但是呢那個 YouTube會員的直播是 非公開的 所以是我可以記住你的名字 然後我們 每個週末小小期待一下 那個時光 我真的很喜歡那個時間 所以呢 大家歡迎來加入喔 我現在想到了 是不是一眼了耶 真的剛好 六月 我就是一眼 恭喜 真的感謝你們 YouTube會員的各位 鐵粉 叫做和粉 小百合的粉絲 所以叫做和粉 謝謝和粉 各位 我們一年了 以後也請多多指教喔 我真的很開心 每一週末 一起聊聊天 還有在那個YouTube會員裡面 多多交流 謝謝 大家也歡迎來加入喔 一週年 會幫抽獎活動好了 大家 歡迎加入 好 那繼續關注我的各個平台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下次見 怕會 下次見 拜拜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